好,接下來是用康軒的動畫,跟各位做一個複習 板塊動作與運動 大陸交易學說 紀元1915年,韋德納發現南美洲東岸和非洲西岸海岸線的形狀十分和合,這像兩塊相似的聽途變略一樣 於是提出大陸交易學說 就將兩億多年前,全球的目的是合照一起的,稱為殘古大陸 後來大陸分裂交易,才呈現如今的地理位置 埃底擴張學說 紀元1960年代後,經由海洋探測技術 發現大西洋海底有綿延上萬公里的火山山脈,稱為中洋企 紀元1962年,海底擴張學說提出,主張中洋企又稱大陸岩漿,形成新的海洋地殼,而舊的海洋地殼,則在海中附近握入地海 版塊構造學說 紀元1967年,科學家們以大陸、洲移和海底擴張學說為基礎,根據新的研究成果,提出版塊構造學說,是地球科學一個著作的里程碑 地球內部改分為三層構造,最內為地殼,第二層是地寒,最外層為地殼 在地寒的上部區域,一部分的岩石融容,具有流動性,稱為軟圈圈 軟圈圈以上包含地寒的一部分,以及地殼,稱為岩石圈 板塊構造學說的主要概念,是岩石圈漂浮在軟流圈上 岩石圈稱為許多塊,稱為板塊 板塊浮在軟流圈上,隨著軟流圈的熱對流作用運動 因地球內部有多屬熱對流系統,所以每個板塊移動的方向和速度並不相同 而彼此產生相對運動 海底破張和大陸飄移,就是板塊間相對運動所呈現的現象 3. 板塊交界的類型 依據兩個板塊間的相對運動方式,板塊交界處可以區分為張裂性、去核性、去核性、去核動性三大類 3. 張裂性板塊交界 兩個板塊互相分離時,將形成張裂性板塊交界 位於海底的張裂性板塊交界,會形成中央脊 中央脊的裂口用株塩漿,之後冷卸淋固成雪木炎,形成新的海洋地殼 因為它的熱隊流上升,所以在上面斷裂,所以它發生的都是什麼地震? 潛源地震 如果交界處一邊是目的地殼,一邊是海洋地殼時,這海洋地殼通常會上下引沒到地海內,並在交界處形成海溝 如果聚合性板塊交界處兩邊都是目的地殼,於是在推起作用下,地殼向上樓起形成高雄山脈,例如喜馬拉雅山脈 聚合性板塊交界地帶形成海溝或山脈,是地球令部熱隊流下降的地方 因為它熱隊流下降往下,所以會有深圓地震,然後會從潛源、中圓到深圓會有個帶狀分布 專有名詞叫做班尼奧夫帶,專有名詞不重要 潛源至深圓的地震活動皆非常頻繁 好,這又是轉型斷層,中間有裂開的地方,那叫做中陽脊,什麼交界?張裂性 兩條上下兩條中間那一段,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對不對? 這叫做錯動性交界,這一段叫做轉型斷層 這叫做轉型斷層,OK,就是轉型斷層 課本用一個箭頭只跟你說,這裡叫做錯動性交界,它沒有解釋 它沒有解釋,就這個,轉型斷層 陸地上的錯動性板塊交界,比在中陽極少見 美國加州的聖安地列施展城,長度約有1000多公里 僅是構成錯動性板塊交界的一部分 錯動性板塊交界處地震活動非常頻繁 歷史上美國加州,曾發生過數次激烈的大地震 好,這就是幫你複習一下,幫你複習一下 來,回顧 這個,有個大陸地殼 這邊有個海洋地殼 然後呢,有一段叫岩石圈 就是包含下面的上部地盤的一小部分 底下叫軟流圈,軟流圈有熱對流活動 然後往上茂,一來一去 就會造成所謂的聚合性、張裂性跟錯動性的交界 這就是中陽極,就是張裂性的板塊交界 然後這裡是板塊引墨,就是聚合性的交界 然後會形成海溝 然後呢,旁邊會往下塞,然後往上抬 有折弱山脈,大陸地會抬升 然後呢,這邊就有一個成狀火山 後面會提到一下,正式教是下學期 正式教是下學期 有導弧,我剛才提過了 好,頓狀火山,就是要分別什麼叫成狀 什麼頓狀會講一下,會帶一下 然後國中沒有交熱點 國中沒有交熱點 你們昨天在玩的時候,你們都玩那個熱點那個東西 國中沒有交熱點,OK? 要熱點,好 來,所以,請問你 圖上面,用圖看箭頭就知道了 甲乙餅,什麼交界 第一個站起來的,挑一個回答我就好了 第一個站起來,挑一個回答我 你要挑甲,還挑乙,還挑比 都可以 這個要找個男生女生,沒關係 你有三角,三號 三號 挑甲乙餅,挑一個告訴我 張烈聚和錯動 講應該有圖吧 不會喔 不會這樣很難,因為沒辦法 來,你會嗎 你要挑甲,誰 張烈聚和錯動 甲是聚和 請坐 你說甲叫做聚和 29 29 再挑一個吧 你要挑乙,乙是什麼 乙是錯動 你說 乙是錯動 乙的位置就是 乙的位置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轉型斷層 轉型斷層 那乙就是什麼 張烈 OK 不是張烈 就是 複習一下 了解一下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請課堂練習